很多人都有扁桃腺结石的困扰 扁桃腺是喉咙后方的腺体状结构 外形不平整 常有不规则凹陷 很容易堆积食物残渣 细菌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堆久了 就容易发生钙化形成结石 所以扁桃腺越突出 表面越不规则 或是胃食道逆流患者 越容易有扁桃腺结石 当扁桃腺结石太过严重 很容易会有口臭 喉咙卡卡 喉咙痛等症状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自己挤扁桃腺 结石希望摆脱这些困扰 但其实自己乱挤 很容易让扁桃腺受伤 而且扁桃腺结石挤了没多久 受扁桃腺结构的影响 很容易再度累积残渣 如果又再重复挤结石 一直循环之下 会让扁桃腺不断处在 受伤 出血 发炎的状况 虽然医学上并没有证据指出 经常自己挤扁桃腺结石 会提升罹患扁桃腺癌的几率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发炎是致癌的风险之一 所以千万不能轻忽 也千万不要自己挤扁桃腺结石 建议民众如果出现喉咙卡 吃东西不顺 疼痛 口臭等 一定要就医 让医师诊断病因 如果真的是扁桃腺结石造成 再由医师治疗移除 除此之外 想要预防扁桃腺结石 也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漱口 尤其是吃完饭后勤漱口 才不会让食物一直堆积在扁桃腺 造成结石发生